MENO YUKI Hi 大家好 我是MENO YUKI 很少會開麥克風和大家說這個影片 今天主要是拍些什麼呢? 其實大約說回因為我收到觀眾 有傳訊息給我 關於怎樣選擇一個手套 即是一些電單車手套 由R3到R6 現在都一直在開 為什麼最近沒有拍影片呢?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原因是很簡單 這幾年都發生了很多事 車子還在 近來開始有多一點時間 開始拍一些關於電單車的影片 也說回這個頻道 其實不只是拍電單車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頻道也有很多其他新目的影片 我說話不是太厲害 希望大家第一次聽到我這個影片的介紹 大約知道我這個頻道究竟是做什麼 而且我知道我的名字很難讀 我也感謝HKMonkey HKMonkey HKMonkey 提及過我關於之前的影片 我接下來都會有些 解答當時Monkey 這位師兄 提問過關於幾條影片的問題 關於魔星嶺 或者是怎樣去華山 九龍坑山 那些位置 為何要駕駛R6 再說回 我由學牌開始 駕駛電單車 駕駛2路 駕駛了 差不多10年左右的資歷 不是太多 我駕駛電單車的想法 其實很簡單 就是希望在生活上的壓力 透過電單車等等 可以透過R6 去帶一些放鬆的心情給我 但是我駕駛電單車 就不是去到很爆的那種電單車 不是追求快的 純粹是追求那種追風的樂趣 即是那陣風打起來 然後很舒服那種樂趣 還有希望大家透過這條影片 先了解一下 一個電單車的二輪車手 基本上由他初學 去到 駕駛中級的CC車 究竟我們怎樣選擇手套呢? 手套其實很簡單 當初我們不知頭不知路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就選擇了這一類的手套 就是這隻3M的Safety Glove 它這隻其實都很普通 就是一些勞工手套等等 其實是一些工作用的手套 其實這一些手套 就不適合用來做駕駛電單車 其實來說 但是我新手的時候 就玩這隻手套 有轉了很多款 但是這一款 我是最近找得回的一款 想分享給一些新手 一些新的師兄 師姐 在學電單車 希望他選擇手套的時候 如果你是初手的 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想長遠駕駛 就建議不要選擇這隻 這隻純粹是學牌 那時候不知頭不知路才會用的 這隻質地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隻就很薄的 很薄身質地 如果你的手一落地 基本上你的手 如果太高速就會變化了 你看到這裡 其實已經爛了 這個位置 這隻是我的新人學牌時候的手套 就是3M 接著 去到考完學牌拿R3 其實我就拿這隻手套 這隻就基本一些叫做 黑色 黑色面可能不太清楚 這隻其實有點像 半賽車型的皮質手套 但又不像是皮質那種 有一點綿的 還有這個位置可以按按鈕 可以按按手機 但我開電單車其實很少按手機 我開電單車都不會專門去聽歌 我喜歡聽引擎和追風的聲音 也挺享受駕駛電單車 特別駕駛R6 R6其實也是很棒的一部車 棉質 起碼有枕位 你落地的時候都不會太過傷你的手 當然盡可能都不會想有意外 但這個防備的話 至少也會有 另外這些就是做了一些透氣設計 如果帶這些都會透氣 但都會焗的 但這隻呢 起碼還可以有風打過來 這樣會舒服一點 另外這一格 可能是硬駕駛的位置 我不認識這些位置 我不太熟悉 但我當初選擇 起碼有保護手骨的位置 起碼你落地的時候 起碼有些東西先定一下 不會傷到很嚴重 當然太大嚴重 暫時來說 我駕牌只是炒過一次車 駕牌那時候是戴這隻手套 那時候是因為下雨 下雨後走過一些坑渠蓋 留意坑渠蓋的位置 那時候我還沒有經驗 然後剛剛轉彎位的時候 就突然滑一滑 然後整輛車就淚低了 第一次感覺到這個炒車的感覺 起碼是低速炒車 起碼不是太損傷 當時的駕牌車也沒有太損傷 那時候是跟香港駕駛學院 在沙田那邊的 那邊的車都OK 但是你說 125cc 我沒有記錯 那時候我學的時候 都是Yamaha 但之後好像轉了Sazuki 好 這個呢 其實它的帶更好一點 這個呢 有一個手腕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穿上去就很舒服 穿上去的時候 鬆開它 然後塞進去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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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進去之後 其實呢 這裡是有個骨位 保住的 基本上這個位置都很舒服 不會太痛 R3 剛剛開始駕駛R3 買第一部電單車 我第一部電單車是R3 來的 其實我都有一些影片 如果不介意 我有興趣 我都可以拍那些R3的影片出來 因為那些都有一些叫做車cam紀錄 但是就沒有拿出來 另外R6呢 其實這陣子都不太多影片 因為呢 R6其實都偶爾才會用 多數是 因為現在最近下雨多了 所以都少了 然後這個位置可以縮緊 但是不要太近 這樣就舒服的 扭這個油門的時候都OK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款 這一款好像沒有記錯 這一款好像幾十元 這一款好像幾十元 這一款好像那時候 應該都是百多元左右 百多元左右 在街邊買的 都是那些電單車的 街邊電單車店買的 接著去到後期 我開始升到R6之後 當然我還有些 防疏褲 即是一些電單車負合 接著就買了這一款 這個牌子 相信電單車界都很熟悉 升好牌子 它是一些賽車牌子 即是一些賽車比賽都會用它的手套 去開車的時候 防止它落地 保護性更加好 這個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你看到兩者之間 對比都很大 這個質地是全部人工皮 基本上戴上去是很舒服的 當然啦 你屈的時候 因為它做了一些手背 防屈手的設計 所以它會有些位置頂住了 不會讓你的手過度彎曲 防止你炒車的時候 即是大炒 那個力令到這些手指斷 我都還在用 暫時還沒試過大炒 所以都還可以 暫時還沒試過跌車 當然 在魔星嶺那裡 唯一一段是我跌車的影片 因為那時候是第一次去 那時候是 不過這個遲些 等我拍影片 再說回魔星嶺那段影片 不是什麼情況 這個相對地好很多 它其實有全人工皮質 其實你看到這個質地 這裡其實是很厚的 皮質 很厚 我都定時有洗 開始都有點爆線 但都OK的 就算不用它開電燈車 平時可能做其他事情 如果沒有了勞工手套 基本上都可以用這些套 它這裡有防手指屈 還有一些透氣設計 另外這裡其實有些可以按 按到手機 有按手機版 不過我沒有買到的時候 後面的手骨位 第一指折 第二指折 這些緊要的位置 關節位置都做了防爆的位置 還有一些膠片 這些位置 這個其實是防 它有些打橫的時候 可以被你滑下去的防 拖延你落地的力 可以令到損傷盡量減低 後面還有一些透氣位 還有 這隻是透氣的 下雨都可以帶的 這個牌子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Alvinstar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代工也是中國製 但是 研發的就是意大利 其實不錯 很舒服 然後這個位置 就有些叫做 它其實除了保護你的手套 手腕之外 還會補長一點 因為它防止你 可能說 你本身穿著甲 其實這個位置會蓋住甲 蓋住甲的位置 然後 可能說 起碼還有一層的保護 令到你駕駛一些 可能大型CC的車 如果真的是 Touchwood 炒車的話 起碼保護性更加強 想你的生命 是用更加多的保護 其實我建議 如果你駕駛600cc以上的車 其實我都建議 用這些手套會比較好 而且其實都很舒服 但是 如果Touchwood 想舒服的 不需要特意戴什麼手套 你可以用一些很基本的 至少是基本的 例如重型的電單車 我駕駛R6 可以升上R6 之後 轉了這隻手套 我戴的時候 可能我的手也肥了 哈哈 駕駛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是駕駛手腕 其實這樣 駕駛之後 這樣拍一拍 這樣 當初我買這個的時候 我看他有這個 可以補尾指和無名指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重要 因為如果他沒有這個位置 那有機會 很多時候 你一落地 其實你會感覺到 你的手指尾 你不在意的時候 就會 屈開了 然後就 一聲就斷了 我看到很多電單車 炒車都有這個情況 你變成他可以保護好一點 而且他這個位置 就強行扯住你的手 令到你不可以張得很開 因為他其實是模仿你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輕輕地屈住 就鉗住電單車的手把位 可以扭油門 就是利用油門的控制去扭車 即是加速和減速那些 然後有些防線的設計 然後有些透氣設計 這些防磨的膠片 令到你可以滑出去 就不會立刻停止 因為一停止 你一跌下去 那個衝力很大 通常會有一點線位 讓你那個力 可以射一射到地上 你的手就會沒問題 然後他補了手腕這個位置 這個手會有一個索帶的位置 有些魔術鐵 然後還加上手腕 其實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戴中長型手套 我建議你的手袖位是放進去的 這個位置是保護你手袖的位置 如果穿了褲子或複褲子 其實你應該要放進去之後 才把手袖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保護你手袖的位置 但如果你要帶到最初級的入手輕型手套 這個位置就要開始考慮你怎樣選擇手套 另外就是留意 如果是新手套 這些賽車型的手套 這些比較上是頂級的 這個叫中高 不是頂級的 有些更高的 當時我買了一千多元 或者八百多元一雙 一雙 如果新買回來 留意一下它會很硬 如果長期沒用 它的皮會更硬 剛剛我都少拿了 所以皮會更硬 所以戴的時候就辛苦了 但是我戴後也挺舒服的 其實戴完之後 我挺喜歡這個手套 所以我都會一直保持 就算不用破壞 可能到時轉新電單車 或者轉一些便宜的電單車 我都會用它 除非Touchwood大炒 但是暫時我都不會希望自己大炒 而且我都建議大家開電單車 記住不是因為你要快 你最重要是安全回家 才能做到世界國軍 Alvinstar Alvinstar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 Alvinstar的牌子 的手套 是電單車手套 防術 加防屈的手套 其實你如果用開這些 你就會感覺到這裡會比較大 但是這裡後面會比較鬆 但是你要屈的時候 它不會被你屈 因為它其實做到自然 將這個枕位 它加上枕位 就有一點方便了 夾住 令到你不會滑 就是下雨的時候 滑到油門的位置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這樣 你這樣輕輕 褲口位這個位 夾住 那個把位 在麵樓 其實輕輕扭一扭 其實已經是可以感覺到 車是去到的 油門會扭 如果你的車是正常的話 其實選擇手套 其實你要懂得選擇手套 其實最主要 你現在看到 我現在 其實手套位 其實你最主要 就要量度 就是由你的中指位 頂端 去到 手腕位這個位置 由中指去到手腕這個位置 大約長度是多少cm 其實你要量這個骨位 因為你入手套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個骨位 那你對應你買的手套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枕位 這個手套是鬆弛的狀態 所以你要選擇手套的時候 記住你要試一試 其實你要量長 之後拉 即是伸直你的手 直了之後 其實你這裡 頂端要預留 0.5mm左右的尺寸 然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有屈的時候 其實手套這個位 會有少許扯回 不然你如果沒有預算鬆一點 它會太過鬆之餘 太過緊 然後你屈到手指很痛 但如果你是喜歡鬆一點 可能你要預算1cm 但如果你喜歡中中間間剛剛好 其實你要預算0.5mm左右 總之總長度是0.5mm伸直的時候 等你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按下去 起碼還有空位可以動得到 我也還有空位可以動得到 可以動得到 然後呢 先選擇這個手套 我嘗試一下 除了這個手套 也有些技巧 其實這些手套 就預算它緊 除了這些手套 就拔掉手指骨 這個位置 然後整個扯出來就可以了 不過太久沒有戴這些手套 因為我對上駕駛R6 都大約有半年沒有駕駛過 好 這裡 加上本身上班 你看到其實戴完之後很舒服 這個手套也不會痛 這樣說 這個好像是沒有記錯的 M馬來的 試一下做一次 怎樣量這個電單車手套 怎樣選擇 好 好 接下來 我這個 就當它 當它一個 新手 你可以選擇這些 但如果你是新手 我建議都應該選擇這個 類似輕量級的 日門級手套 這樣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是絕對安全的 你玩一些比較重型的 或者像我這樣 會上山路玩的 最好買一些保護性 好一點 以防萬一有什麼事 我就覺得 看你的能力範圍 選擇最好的東西 當然要 還有其次就是一定要舒服 你不舒服的話 你帶來沒有意思 特別是你安全帽 這個 這個手套 其實是怎樣量度呢 其實你的手是這樣的 其實由你的中指 抹大之後 伸直到你的手腕的位置 就量了 拉多一點 你可以用CM去量度 但大部份應該暫時用CM 你放一條尺、軟尺、直尺 總之你量度就可以了 用線量度 量完之後 比對你大約多長 按下去 按下去 然後你大約量度 這個位置 指尖位是0 然後伸直你的手 然後你大約這個位置 再預算0.5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19.5 大約是20左右的尺寸 但是你要預留前面和後面的尺寸 基本上你要預大一個CM 我就會預大一個CM 即是20.5就是我的尺寸 所以基本上 長度就是這樣的 因為它包括你屈指手的動作 所以我會預留0.5mm 其實這個位置很簡單 符合夾著這個位置 然後繞個圈 最好就是找多... 你可以伸直之後 其實最主要是這個位置 因為你最肥的位置 其實應該這樣算 然後你要試一下 拉完之後 挖屈它 然後再放鬆一點 因為屈的 你一握拳頭之後 你這個位置會脹起 變成你這個位置會有少少少輕微 夾著是對的 但是你要預留這些位置會舒服一點 然後 然後 拉一個尺寸出來 你看到我剛剛從20點幾 然後現在變成21 所以理論上我可以選 20-21cm中間位 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大約看你的官網 那些手套 那些官網 去對比你怎樣選擇手套 你想看哪個款 就找那個款 然後 跟店長 那些店舖 職員 就去 請他 讓你試一下戴 記住 記住 手套一定要試戴 才可以 如果沒有試過戴 其實你不會感覺到 你是不是真的適合 因為有機會數字上就說得很清 好像很舒服 但是其實 理論上有機會 去到最後你戴手套 基本上可能未必做到這件事 去到你純粹買回來 就做不到很舒服那件事 你要試 你什麼都要試過才行 然後你試一下戴一下 這樣伸直的時候 盡量伸直 要迫著你的骨位 不會讓你移位 你快得來 所以一定要保護性 更加硬 所以你看看你想舒適 如果舒適的話 就這一隻 最少的起碼 千萬不要學我這樣 選新手的時候選這些 我試過新手選這些 幸好沒什麼大問題 我都見過一些師妹師弟 去學堂學車的時候 都很多問題 炒車等那些 要換那套 當然低速就沒有了所謂 零速跌車都沒有了所謂 但是如果盡量這些手套 你曾經做過一次炒車 檢查一下你的手套 是不是穿了洞 如果穿了洞 就要換 如果沒有穿洞 而你覺得OK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 但是我建議 建議 盡量在資源範圍裡面 就是你自己覺得你駕駛電單車 你要付出一些預選 去換一些 保護手套 等等 因為你一炒車 有機會 你的手套有損害的話 每個保護性會下降 當你如果穿了洞 如果下一次會拉斜的 那些折迫的位置不好 它就會整體爆開 這樣你會很危險 就把手指揭露出來 那你就有機會直接 碰到摩擦地面的位置 你就後悔了 所以記住記住 選擇手套 這個選擇是OK的 我推介給大家 去選擇 用我這個方法去選擇 如果你最初不知道 就像剛剛一樣 評估一下 你要選擇什麼尺寸的手套 然後再跟你的尺寸 去對應你想戴的手套 就去決定找 哪一類廠牌的手套去買 買之前記住 要去實店試一試 有那個款式才可以試 如果沒有那個款式 那你自己行量 究竟買不買 記住記住 今次拍這段影片 因為都是解答一些 很多新手 剛剛開電單車的 一些師弟師妹 問這些問題 怎樣選擇手套 還有學牌怎樣選擇 基本上 看你了 如果你是純粹為了通勤 通勤我建議最少選擇 入門級的手套 如果你是一些 喜歡玩娛樂性 即是悠閒的 或者你不是隔離 是假日車多 如果你又想跑山路的 當然 跑山路的 似乎有幾種 我的就是一些山泥路 另外一些師兄 有些喜歡 純粹跑彎 那些是公路的 那些 至少至少 我建議都要用這些 這些叫做 專業級以上的手套 就給我更加好的保護性 還有記住 你至少一定要穿蜂褲 如果不是 電單車也是 納粹包鐵 這個東西 沒辦法 都是那句 我駕駛電單車 我也是希望 我分享一些影片出來 其實都不是去追求什麼刺激感 純粹是分享我自己生活的一些紀錄 我記錄自己生活的東西 然後分享出來給大家看 記住 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 是跑一些很危險的 或者一些難度比較高的山路 而用R去跑 那些是我自己衡量 衡量過自己OK 才會上去的 還有我在上去之前 都會搜尋很多的資料 就是有沒有曾經有影片 有人跑上去 還有有沒有在google map 看看地圖 實際的街景是否真的有 因為如果那些山路 是有些很斜的 有些懸崖的 我不會走上去 所以基本上 記住大家 看我的影片 其實我也有些影片 其實拍了 但沒有放出來 另外就是 有些影片我放了出來 但youtube可能有些版權問題 所以就停了我 所以變了 有些影片明明出了 那些影片 我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其他渠道 再放出來 或者 我會 可能未必放出來 但是 我新開始拍的影片 我都會圍繞著 生活影片 跟著 電單車的影片 我都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拍 到時候拍到什麼 就跟大家分享 我是Minello Yuki 今次正式 跟大家去 語音 這次我跟大家講解 這個 怎樣選擇 這隻 電單車 專用的 耳陸手套 入手的 最基本 如果預算不夠 都可以選擇這些 即你的學牌 那些 學牌完 或者預算OK 就選擇 日門級 基本的 有些枕位可以保護到 還有一些防線 或者 起碼厚身一點 不要太薄 還有這些 其實都不是防雨 但是大雨 駕駛電單車都知道 你大雨 遇到暴雨的位置 可以下湯雞的位置 一定是 一定要 遇到濕了 然後 如果你有些 休閒型 這些是工作型 或者上班 或者基礎 你300cc 左右的車 都可以帶這些 但是 如果你是要 要是 休閒型 即是你駕駛中型 或者 一些 公升級的 跑車 建議 帶回這些 比較保護性 好一點 專業級的手套 視乎你自己的預算 這個就 我視乎不同的情況 不過我現在 帶慣了這些 其實我帶回這些 很不習慣 所以這些手套 現在變成在家裡 工作的時候才會用 用來代替工具手套 這些都可以防熱 但不會防熱 很熱 但起碼可以頂到一會 好了 那我就今次到這裏 接下來 下一次的影片 應該會再看看 因為 我有機會會拍一些其他 因為我還有一些生活影片 我的生活影片 都會放在我這個頻道上 那 今天到這裏 我是Mineno Yuuki 那下次 有新影片再跟大家說 跟我們一下 下載 我們下載 睡覺 下載 下載 好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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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